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兰队超水平发挥 尤其是蓝网和进攻两个环节碾压美国 网上牢牢封堵的同时 自己的进攻打得酣畅淋漓 给了美国队巨大的打击 让胸有成竹的基拉里苦不开眼 在这个群方争艳的时代 哪几队伍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想拿冠军必须认真准备 全力以赴 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 有人忧伤有人恶 连续战胜中国女排和意大利女排后 巴西女排时隔一年多时间 再次回到榜首 原本意大利女排无限接近世界第一 第一轮比赛结束时 紧落后美国两分 没想到巴西后来居上 最主要的原因是巴西女排3比2 战胜意大利收获了很多积分 那场比赛堪称经典 双方都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平 来回球很多 攻得猛烈 防得精彩 埃格努砍下了37分 加比拼下了30分 是值得反复观看演习的比赛 恭喜巴西女排荣升世界第一 意大利女排以373分继续排名第二 她们比巴西女排几少3分 第二轮意大利队3比1击败日本保持住了优势 只要后面多胜几场 冲上世界第一宝座 指日可待 塞尔维亚361分 排名第三 世锦赛七连胜 塞尔维亚霸气十足 积分一路上升 如果能成功未免 她们也有机会争夺世界第一 中国队348分继续排名第五 土耳其 日本和俄罗斯分裂6比8位 9比10名士多米尼加和荷兰 暴冷美国的波兰女排245分继续排在第12位 第二轮复赛结束后 两个小组的积分排名也有变化 一组意大利 中国 比利时 日本 巴西和荷兰排名前6 其中中国巴西和荷兰少赛一场 这一组除二胜5负 积5分垫底的阿根廷外 包括波多黎各在内的7支球队都有晋级8强可能 形势比较乱 F组塞尔维亚7连胜机20分提前晋级8强 美国队输给波兰后排名调到小组第三 土耳其负赛两连胜生至第二 波兰和多米尼加第四 第五 泰国 德国排名靠后 中国女排尽管目前位列一组第二型是不错 但后面的三个对手一个比一个强 必须全力以赴去争胜 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拼尽全力把主动拳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0月7日凌晨2点 中国队将挑战东道主荷兰女排 期待姑娘们打出水平再传捷报 加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